現在破冰都是找醫生 不過過去他沒看到的時候 破冰最多找比醫區郵包 現在這種郵包來北港區這裡又有地看 這次要收到郭部的郭書民 就收到郭亞中立即時代郵包的最多處於懷孤 人單就是海軍的一個軍官 因為它這個是日本時代的 日軍時代的台灣總督府 老一輩應該都知道啦 人單算比較蠻好的一個藥 以前我們全民健保不是很通勤時代 老百姓為了買藥不方便 所以有一些攤商他們製藥廠 他會到各地去每個商家 每個家庭看一下他們有需要什麼藥 吃完了以後他們會補充 早期台灣農村說到地盤都要靠這個郵包 早來裡面有出紅油 郵包上面還會表現效果 這看就知道這個郵包是用來抵什麼盤 對有些是用這個袋子裝 這個是屁股刀是用的座外面 一般這種都是雙層的 這是一個要直接放到裡面去 所以他後面有一些自通單什麼東西都很多種 很多種要的一些格式 把懷舊的一些東西收集起來 就可以讓下一代人多一點了解 這一種大概有27種 我把它做成一個類似海報型的 你可以做裝框以後可以貼在家裡懷舊 如今以後發達這種抓住的地盤 郵包也已經很犯規 不過現代郵包上面 標是新婚和吃郵的時間 也都是由這個古早的郵包發展下去 五首民首長賣就完辦 懷舊的郵包也期待讓現代少年人了解 過去古早人是如何在以後 困頓之下聲音樂 記者的責任長報道